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组概念叫数组 那么数组其实就是指针变量的一个特殊化而已 也说在我们C元中 其实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指针 就是地址的概念 只是这样的地址 我们在限制的时候 又增加一种新的形式叫数组形式 所以数组不要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数据结构 它其实也是内存 它只是我们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它其实就是内存分配的一种什么 分配的一种形式 只是这种形式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跟指针几乎是一样的操作方式就可以了 所以数组是我们内存分配的一种形式 不要认为它是什么全新的一种数据结构 好,那么我们首先先看数组的定义 数组的定义跟指针也很像 就是说它既然是什么 既然是空间 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数组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定义一个空间吗 对不对 而空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 空间的属性你必须满足 你满足了空间属性 自然而然我们编辑也就知道这个空间是什么了 也就自然而然就说明了它的能定义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空间的属性有两个 一个是大小 这是所有的空间都该具备的 第二个 因为是连续的 因为这个空间不是我们硬的硬的 而是一个连续的和多个很大空间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它的什么 读取方式 好,所以这个跟指针的思路是一模一样 看没有 有它的大小 但是也有它的什么读取方式 只是我们第一点大小上稍微跟指针有点点区别 读取方式上也是一样的 就必须也要告诉我这段内存的一个具体形式 比如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读 还是四个字节读 甚至来说更复杂的结构来读取 所以我们先看 宿主的定义 第一个首先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宿主名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宿主名的左右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名称非常的奇怪 它在我的右边先通过方括号 把这个名称 申请成一个连续空间的名称了 也说通过方括号这样一个关键字 把我们的这个名称升级为一个什么 升级为一个连续空间的名称 那么这个中间我们会定义一个m 这个m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什么呢 是这个宿主的一个什么大小 或者说你不是要定义这个空间的大小吗 好了 这个空间有多少个这样的空间 多少个这样的空间 记住这个只是m的作用域 m的作用域 只在什么呢 只在申请的时候 申请的时候起作用 这个一块我们来解释 然后其实完没完没有完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只是告诉我知道这个名 这个内存有多少个 多少个 但每个多大呢 每个也是它的读取方式什么样的 所以说我们的宿主名前面 以宿主名为核心节点 它的前面一定要定义什么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就是说我内存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切割的方式 什么什么方式去切割的 那比如是int的还是圈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宿主的一个完整定义 好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宿主定义 比较典型的一些定义方法 比如int 100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定义的是什么 100个 int这么大的一个连续空间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就是一个定义 那所谓定义 其实就是圈D 因为我们说你c元中普通的印度 可能就圈这么大 对不对 那宿主呢 在我们空间定义的时候 它是不是自动的去把它的个数就变多了 看没有 个数就变多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空间申请的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 好那下面我们看这句话的理解 我们说就是m这个作用域 就是你这个m 其实我们说在c元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根本也有没有想过 这个m呢 到底是把它作为一种强制符呢 还是建议符 其实我们现在能理解它 其实就是个建议符 什么意思 就是说申请的时候 我反正能保证这段空间 你a访问 我都不让你a去管 对不对 但是a能不能管其他空间呢 a理论上不让管 但是由于我们只有指生的概念 而没有宿主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来说 对于宿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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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宿主 你的第一个想法 它越没越界 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什么意思 你看 我们在定义栏文int a过后 我在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比如a a10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a空间中 以a为首地址 因为我们说了a是宿主名 宿主名呢 你就可以认为它就是个门牌号 对不对 这个门牌号的第10个标签 看没有 就跟指针的定义和使用是一模一样的 指针呢 是一个小圆圈 而宿主是直接先把空间给你分配了 然后用宿主名呢 相当于去描述 这个这段内存的一个什么 一个具体形式 然后再画一下这个图 就指针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你确确实实有这个圆圈 然后呢 而且这个圆圈呢 它可能虚线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个虚线 然后最后指到这 对不对 是个虚线指到这 好 那这是指针的概念 就这里面指 它可能间接地指到了一块空间 而我们宿主不一样了 宿主的概念是这样 宿主就是指的内存 而且这个内存是实大实的 在这个地方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限制 而且这个限制呢 我们说限制的名称叫什么 叫A 那这个A呢要注意 这个A跟指针不一样 指针这个地方是可变的 也就是你不高兴指到别的地方都可以 但这个A没办法了 A是一个什么 A是个长量 也就是说我们在定义这个字符串过后 其实A的属性就已经定好了 它就是个长量 永远变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 宿主中有没有这么写法 把A给我放到什么 等号的左边去 行不行 不可以的 这是一个大忌 为什么 因为宿主名并不是我们指针 也说宿主名它跟指针唯一的区别是 指针你有个圆圈来单独去可以存 存它就可以变 因为它是内存 对不对 而宿主名是个长量 或者称之为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在我们编译过后就已经定死了 你没有什么可再修改的可能性了 它是长量东西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 宿主的什么 这个宿主名 顺便把记住一下 宿主名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长量 长量符号 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不要放到什么 不要放到什么等号 放到等号的什么左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你们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做一个小例子 你看一下 这种写法是非常经典的 甚至有些教材上都有 就是它说我定一个这个 我char buffer 然后等一个100 对不对 这不就定一个空间吗 对不对 这个空间buffer 我说等于比如hello world 好 有人说这没有问题 这不就是一个空间吗 然后把hello world给它复进去吗 是不是 好 这种复法是绝对错误的 除非你的编辑器很智能知道 你是这样做 然后它帮你做一些其他处理 但如果标准c元编辑器 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 因为你的buffer是标签 你不能把一个东西 附给一个标签 因为标签是定时的 就跟贴好了 过后你不能变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宿主也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宿主名一定是长量的 你千万不能变 第二个宿主是越界的 那么越界还没说完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宿主呢 我们就这样 就认为在空间中 确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那么标签呢 就相当于这个 它的什么 最低地址 就是我们的a标签 a标签 然后a标签 当然我们说 由于a它本身的属性是什么 就是地址 只要是地址的话 我们说我们的操作符号 你当然是加 可以加 当然这个地方写行不行 一样的 a加加不等于 等价于a等于a加1 那么a不就变了吗 对不对 所以宿主名也不能这样写 指针行不行呢 指针没问题 看没有 所以说宿主跟指针呢 有一点不同 但是思路是一样的 好 然后接着往下看 那a的方括号行不行 方括号 那不就是我们指针所讲的运算符吗 对不对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这地方可以写10 当然你是不是可以写100 1000 是不是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说指针的什么 访问是要考虑约界的 定义你可以不管 因为定义没办法 我们定义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告诉你 是在申请的时候 而我们后面使用的时候 这个m已经不起作用了 m已经不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写任意一个 比m小的或m大的值 编译器都无能为力 就是它不会去帮我们判断 这个m还存不存在了 这m就只是在什么 申请的时候用那么一下 后面没了 所以这个地方 你写任意指都是可以的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就相当于 a就是个指针 它想跑的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当然也可以往上跑 也可以往下跑 所以当然我们在宿主的使用的时候 它几乎跟指针的思路就一样了 全部以什么a方括号加标签 当然这个标签顺便说一下 这个标签可不可以负数 比如负100 行不行 一样的指针能减 数主是不是一样能减 负数就往下偏移 就往下偏移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数主的 第一个重要的概念 你的定义 你的定义 那么定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什么 两个属性 其实跟指针是一样 指是它跟指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指针是可以变 指针不要变量嘛 对不对 数主是什么 是地址的一个长量标签而已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单独来提一下 那么数主名到底用 用那个指针的话 它们俩的一个什么 具体嫌疾关系是什么样的 好 这是我们关于数主的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它的定义问题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笔物 这是我们笔物 第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 就是